不論是在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 或者是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或者是後面的性騷擾防治法 其實呢 當初會推動這些法律 其實一個最基本的信念 或價值 其實就是為了被害人 我們其實都是那種中產階級的婦女 我們也都沒有遭遇過 這些不幸的事件 可是當我自己個人 在從事所謂的個案服務的時候 也就是從最基本的社工園 開始做起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原來這個社會上 還有這麼多不幸的婦女 遭遇到這些很不幸的痛苦 所以我們也就是一直在思索 我們可以為他們做什麼 《綁暴三法》裡面 最基本的信念跟理念 就是為了保護被害人 到目前為止 我想我們依然為這個初衷而不斷的奮戰 我常常覺得我跟被害人學到很多 所以我很感謝我的被害人 我很謝謝他們願意 在這個受創累累的過程裡面 他們願意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 傷害的故事 其實我常說如果我被傷害了 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故事告訴別人 其實我可能會多所保留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人可以為我做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很感謝他們 是他們願意信任我們 認為我們有能力可以幫他們的忙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我覺得 我們的能力也是被他們這樣的信任所激發 所以我們開始要建立制度 要建立更好的方案 甚至要推動立法 我們一線的這些工作人員 包含我們的社工 我們的警察 甚至是我們的醫療人員 或者是教育司法人員 這個工作之所以能夠推動 是我們在各個領域都看到 那個充滿了熱誠 充滿了理想的人 我覺得我非常感謝是 不同法律的這些起草人 包含我們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 廖書文廖老師 甚至在找你我們刑法的起草人 王如玄王律師 王清風王律師 那麼還有我們的性騷擾防治法 家暴防治法的起草人 高奉先高法官 其實另一個法真的是千頭萬序 可能都所謂的沿用美國的一些基本法 或者是模範法典 可是在本土化的歷程 它其實需要非常多的溝通 還有那個挫折感 那個挫折感其實很大的 因為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要推動這些法 這樣子 然後給我們找這麼多的麻煩 在心理上 它是有非常多的磨練 那個磨練就是 它其實有四面八方的批評 可是他們要能夠承受得住 因為他們是立法最重要的起草人 我也非常感謝能夠推動法的人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行政部門的人 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立法委員 其實我非常感謝的是 我們潘維綱、潘立委 我覺得當初他為了要推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他可以想辦法從議員拼到立法委員 當然還有很多 譬如說像周清瑜、周立委 他也是非常熱心的立委 我常說今天我們看到 台灣的所謂的性別暴力防治法 包含家暴、性侵、性騷擾 能夠在台灣推動這麼多 這麼順利 其實我覺得要感謝非常多的人 那不是大家通力合作 其實今天這個工作 沒有辦法進展到這邊 那其實我常說 我們在這一塊 我覺得我們是很先進的 也許不敢講說 我們跟歐美先進國家 多麼並駕齊驅 但起碼我們在亞洲 我們一定是領先群輪的 一定是 未來努力的目標 我覺得第一個部分 就是資源的挹注 這個工作它非常需要 吸納民間的力量 來做一些輔助 或者是來做一些主導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沒有放入資源 包含家暴人的一些 治療、輔導或模式的建立 未來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建立一個防暴基金 使這個工作能夠更有好的進展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 未來的努力的目標 我們也知道這些高危機的加害人 它其實需要什麼 需要司法院 需要法官 需要檢察官 他們做更積極的投入 未來我想怎麼樣運用 民間團體的力量 可以再要求我們的司法部門 能夠做更多的投入 性別暴力它的最根本的根源 是在於我們對於婦女的歧視 是在於男女不平權 是在於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文化的一些 刻板的印象跟觀念 所以他必須要回到社區 必須要從文化的 這樣的一個脈絡裡面去著手 讓我們更多的民眾能夠理解 甚至大家一起參與這個防治 我想我們這樣的一個防治工作 才能夠更全面 也才能夠克盡全功 清潔 跟我們一起參與 更多的民眾能夠 Comen 匿論